例如 零用金 好 很好 提到零用金 還有呢 好 四元想到了嗎 剛剛提到的支票 提到的零用金 就是要 молmel 快到期的 Madame 快到期的債券 還有呢 還有呢 好 好 書誠 什麼東西 特... 特支費 你會以為 特支費 什麼叫特支費 好 好 好 他是不是有點政治問題了 好 好 反正你都可以講了 我就不幫我寫上來 大家再來看一下 這些東西跟現金有沒有關係 好 還有 附若偉 你看 附若偉 舒子祥 葉子君 好 拔筆身 拔筆身 好 你可以提到你們之前 講到現金的時候 提到一些什麼 不太清楚 也就是說 你自己學過會計吧 學過嘛 對不對 好 那你之前的會計裡頭 有講過現金嗎 忘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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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沒有人要跟大家分享 郭寶樹 好 他這個他要去哪一個 他什麼 他說檢查不起來 他要去檢查 好 好 好 王又遠 嗨 真久沒看看 沒有在你練魔術裡 沒有 今天都來 是嗎 好 好 因為我好久沒看到你 因為我也這麼好久沒看到你 好 而且也是突然間冒出來吧 我剛剛關心那個 胡佳芋旁邊沒做人 對 胡佳芋 對啊 那你呢 胡佳芋旁邊沒做人 好 好 那我看一下問你 下學期 去年 現金也遇到什麼 出派的時候 現金也遇到什麼 你想想看 之前現金的時候 那個章節你 講到什麼都可以 跟現金交 那個章節有關係 或者是你自己從現金流來講 剛剛一直想到 現金就想到現金流量表 好 然後出出了 去年 去年 哪 你又原哪 這裡 沒見過妄想 沒見過妄想 沒有妄想 你這麼需要的妄想 你不要帶出來 不 我沒見過妄想 沒見過妄想 沒見過妄想 沒有妄想 你不要帶出來 好,你上課要帶書嗎? 你那本書那麼乾淨要幹嘛,你下次準備要賣嗎? 二手書呢,跟你都完全是沒有畫過的,結果是一樣的,價錢是一樣的 好,OK,完成 好,那你就可以跟我講一下,現金跟應修最可能出現的會計跟陸續是借什麼帶什麼 好,沒錯,好 他自己說,水,好,那是誰到這裡的 好,黃甸仲 甸仲,你說呢? 會票 好 好 好 所以會票呢,其實跟區票 那 現狀你可以講一下,會票跟區票有什麼不同嗎? 知道 好,區票跟會票有什麼不同? 好,我們找一個 我假設 也就是委註大好,連配成 市下跟信 跟會票有什麼不同? 嗯,支票應該比較上 就是一個 就他已經是像現金一樣可以,就是隨時支付吧 那 罵匯票的話,可能就 可能就比較像匯款嗎? 好 那至少他把支票講清楚了 支票其實是帶著現金使用的 所以支票基本上 尤其你在看原文書的話 你看到他寫的是check的支票的話 你就要把它當作是現金 因為在真正支票的用意就是代替現金 所以支票一定是集期 所以他習慣會開所謂的遠期支票 如果是遠期支票 就跟一般的票據是一樣的 好 那匯票、支票呢 最大的特色 好 那除了台灣是把支票可以看成遠期 所以台灣的支票不見得是代表現金 但是支票有個很大的特色是 他支付人 付款人也是什麼?一定是銀行 付款人是銀行 但是匯票他可能不一定要去銀行 好 這個是未來以上的票據 繼續理解到這一點 但匯票跟匯款不一樣 匯票不是匯款 匯票是匯票、匯款是匯款 匯款是直接把錢匯過去 那匯票有個票字呢 表示它有一個書面 它是一個書面的東西 所以匯票呢 它最大的不同是在於 匯票可以什麼 第一個 它可以有兩個日期 甚至三個日期 它有個發票日 有一個付款日 好 支票只有一個日期 因為我說支票是集齊的 所以基本上支票的設計 它只有一個日期 它的開票日就是它的付款日 好 只是台灣的習慣 它的開票日 跟它付款日是不一樣 但是因為支票上面只有一個什麼 只有一個日期 所以支票上面出現的只是付款日期 可是如果基本上來講 開票日跟付款日 在支票的設計上面應該是同一天 所以它一定是集齊 我今天開票嘛 今天付款 所以它只有一個日期 但是匯票 它可能會至少兩個日期 它可以有三個日期 第三個日期就是它可以有開票日 付款日 它其中還有一個什麼 成對日 好 匯票它可以成對 好 所以它有這樣的一個 大致上的差異性 那所以呢 匯票基本上 它不會是代表現金的 匯票會不會是現金的 好 好 那這邊呢 之前講到特支費 我們來解釋一下特支費呢 是一個非常地空派 跟現金是沒關係 好 像它講說是 譬如說給機關主 那個首長 或者是一個單位的主管 有一個特支費 特別支用 因為基本上呢 其實最主要 我想台灣 應該是很多國家都有這種設計啦 因為 譬如說你的 譬如說好了 是一個校長 校長你看 他面對全校有八百 八九百的 教職員工 沒有生喔 全生應該不會 教職員工 八百多人 如果八百多人呢 如果有結婚 都跟校長丟一張炸彈 校長的薪水 他拿來付這些 紅包 白包就沒錢了 因為教職員 他有面對這麼多的 這個人士 所以呢 有這些所謂的 習俗的一個需求 所以他給他一個 所謂的特支費 一般的特支費 是用在 像什麼 紅白包啊 或者是像你說的 比如說 電器員工 那種也是可以 但是一般的公司 沒有特支費 是沒有特支費的 好 所以特支費 不在我們今天 要談的現金裡面 好 那會票呢 基本上來講 他並不是代表現金 所以會票也要跟什麼 跟印銷賬款一樣 要收到錢才算 所以他也是我們今天所談的現金 好 那當然 我剛剛連現金流量表都沒寫 因為現金流量表跟我們談現金的時候 並沒有直接的關係 好 所以 但是呢 他好像很多都忘記了一件事情 我們在講現金的時候 包括這張裡頭也一樣喔 好 你的現金就會跟什麼 內部控制綁在一起 好 好 我記得大家 應該呢 未來如果大家 有可能開一個 今天我要創業 這個 現在呢 一直在努力大家要創業 要有創意 要有創業的精神 好 那創業的時候 已經是小小的嘛 那假設呢 我這個災石創業的時候呢 欸 我一定有什麼 不管做什麼信用的錢 所以 那但是呢 因為你創業呢 你一定有什麼記帳啊 或者是報稅的需要 所以你一定會有什麼 管錢的這樣說 那管帳的叫會計 如果公司 或者這個企業就兩 但是這個單位就有兩個人 一個就是單位的負責人 一個是 另外一個是員工 那誰管 誰當出納 誰當會計 公司就兩個人 一個是老闆 就是單位負責人 一個是他的員工 他拼買的人 那誰管 誰當出納 誰當會計 好 我現在跟你說 老闆 怎樣 好 老闆當出納 為什麼 好 好 不是說會計記帳就錯 錯了就算了 好 好 好 會計呢 記帳 帳記錯了可以改 錢付錯了 你要去要回來 就很困難了 好 所以呢 呃 但現在因為很多監視器啊 如果像呢 我們說現在這個錢 掉到地上啊 有人去撿到的話 好 那這個 譬如這個 你可以把它要回來 好 要不然就是什麼 侵占 但是如果早期啊 這個 攝影集沒那麼多 那你掉了錢之後 誰撿到了 撿到了以後 放他口袋裡頭 欸我才掉出來 我馬上回過頭來看 有人去撿的錢 放他口袋裡頭 那你怎麼去撿 這個錢是你的 沒有辦法 為什麼 每個人的心態 都長得一樣 唯一會不一樣的 這是什麼 鈔票的編號 你會記得你的鈔票編號嗎 不會啊 所以你沒有辦法去證你 這個 他口袋裡面的錢是你的 好 所以 錢付錯了 就很麻煩 所以剛剛嘉儀說的對 老闆要管錢 好 管錢我們給一個名稱叫出納 好 那管帳 我們就要給人名稱叫會計 好 會計就是西藏用的 所以帳記錯了 可以改 好 但是錢付錯了 你要不要回來是很困難的 好 所以呢 基本上好 你要是要有這樣的概念 所以呢 我們在講現金的時候 我一定會講到 所謂的內部控制 好 那內部控制呢 就要去談 一個企業怎麼收錢 怎麼付錢 收錢一定要請對方 或者是開支票 抬頭一定要寫什麼 公司的名證 開票區的必定支票 好 你要開票區的話 抬頭就是說呢 售款也要註你 而且要禁止配出轉賬 好 然後另外呢 如果你不去開票區 你用匯款 那一定要匯到公司的帳戶 也就是說 戶名一定要是公司的名稱 這個開戶人間是公司 這樣就可以避免掉這個錢呢 流到別的地方去 就是收款 好 那另外呢 我們說那小商店 比如說像便利超商 你去引力一塊錢 他要開張票給他 開張收一個便利 那為什麼呢 因為他這是公司的規定啊 因為什麼 不管你是直銀商還是加盟店 除非你是加盟店 除非你的店長 就是那個出資欸 跳不然的話呢 如果這個員工呢 可以不用開支票 不用開收據的話 他賣了東西錢 就賣了他自己的口袋 就沒有人知道了 好 所以為什麼 如果你是零貴銷售 或者零貴收款 一定要什麼 一定要開收據點對方 所以這個有時候 你去看人家那個櫃台上面都寫 請索取收發票 目的就是要避免掉 這個我收了錢之後呢 會那個店員收了錢之後 沒有開收據給對方 這個錢那個給東寶的私囊 放自己的口袋裡頭 所以這個收款零貴的時候 他一定會要求 一定要開去票 開發票 或者去收據給買一方 好 那付款的時候呢 一定會講 你要付款 一定要經過很嚴謹的流程 好 那一定要經過什麼 你一定要什麼 有採購單 要一個什麼 收貨單 就是便收單 然後再來什麼 發票 商業發票 賣方開出來的發票 啊 會計呢要整個 核對都會 沒錯了 他才會付款 好 那這個就是一個很嚴謹的 一個付款流程 那付了款之後 一定要在你的發票上面 蓋一個付器 好 就已經付完了 不會讓有心人 是再把這張發票 再拿出來重複選起 好 那這就是付款 但是付款 如果每一個 每一個流程 我少了這次 今天這個白板筆寫不出來了 你要去買一支白板筆 還要經過這個流程 那就已經下課了 好 所以呢 就會有所謂的零用金制度 零用金是針對 當我們的付款 這麼嚴謹的情況之下 而且對於小額的支出 小額的付款 我們不要那麼麻煩 一樣經過什麼 來什麼請購單 採購單 騙收單 然後到發票 然後再付款 好 那所以我們必須這樣 這麼容常的一個流程 所以對於小額的支出 我們用零用金 好 所以有設置零用金 那零用金呢 是給管理人員 零用金可能叫做小出 那也可以 因為它是管錢嘛 只是小額的錢 那零用金呢 基本上就是 對於多少的錢 多少金額以下 叫做小額 用零用金制度 就每一家公司都不一樣 那你要放多少的零用金 在這個小出納呢 也每一家公司的規定都不一樣 好 但是基本上呢 不要給太多這個閒置的資金 或者一筆錢給小出納 容易造成兩個問題 一個是它保管上面的困難 好 我一個人每天抱著十萬 上班下班 被搶了怎麼辦 好 第二個 也逼你這樣呢 給這個小出納 不能說人性本惡 但是呢 人總是有不方便的時候 萬一不方便 它自己什麼 可以從這個 因為它管錢嘛 沒有人看 沒有人管它的這個錢 到底每天 比如說我付了三千塊之後 我的十萬還剩下九萬七千塊 有沒有這麼多呢 不知道 所以逼你讓它自己 有時候呢 會方便自己的情況之下 所以是盡量避免 零用金給的錢 可能這個規模太大 那零用金要給什麼規模呢 我剛剛已經講了 根據每家公司不一樣 那規模上面呢 怎麼樣去設計比較好 因為零用金是基本上 很小的支出 所以你支出的時候 是不要出帳的 比如說它只要記錄說 我今天買了一支白板筆三十塊 好 那今天呢 有個客戶來拜訪 所以呢 我就買了咖啡一百塊 好 所以它就寄這些錢 寄這些流水帳 那這些流水帳 它寄的時候 它一定要有憑證 好 它付款一定要有憑證 所以大家呢 你如果去幫 我是戲學會的什麼學術幹部 那今天因為我們要做海報 所以就買了紙 好 一張避報紙 十塊錢 一定要記得跟它有收據或發表 因為你到時候才能夠 這個給那個管帳的人說 好 沒有一支筆支出 好 跟著你口頭上說 雖然說它也信任你 好 可是基本上 不是你們兩個人之間的問題而已 這是一個單位的問題 好 所以基本上 你一定要有收據或發票 好 所以呢 每個每次支出的時候 它都把這些收據 或者是發票收集起來 那當它寧用金快要用完的時候 才一次拿出來撥補 好 所以這個寧用金呢 基本上你的撥補的時間 因為寧用金目的就是 不要讓會計出帳那麼頻繁 好 一個就是不要讓你的付款 這麼少了的三十塊的流程 要付 只要一個這麼擁長的流程 沒有效率 成本效率太低了 第二個呢 好 也避免掉了 這個會計計帳那麼頻繁 所以呢 當我的寧用金 用到快要晚的時候 是撥補 所以我們要看它的規模 就跟你的撥補的時間有關係 好 寧用金的撥補 最好差不多是兩個禮拜 不要超過一個月 好 別的 超過一個月的話 表示說你設置太多寧用金 給小出納了 好 那如果你短於兩個禮拜呢 那可是你的寧用金呢 不那麼太小了 其實造成你想要 藉由寧用金制度來減輕 那個會計計帳的 這個出帳的一個流程 其實是沒有達到這樣的一個目的的 好 所以這個是寧用金的問題 那這個地方 其實在我們後面也有提到 好 在我們第五章也有提到 好 那只是呢 這個完全都是我們出派裡頭提過的 好 好 那 那 這個禮用金我們在出派裡頭提過了 請問一下右遠 禮用金 在我們出派時代的時候 講了些什麼東西 禮用金呢 我們在出派裡頭講了些什麼 好 好 我們要來上課 好 那你現在在做什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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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是這個跟我們現在的有關係嗎 好 好 這是哪一個課程 這是哪一個課程 表演類的 好 來 好 喔 好 好 你是不是 很奇怪嗎 嗯 待會下課 喔 我們就下課了 你就去拍一張椅子坐前面 國書配件 雖然你也帶出交零的送用金 我們可以給他看 我上課也不用用這種關係 好 所以我們待會兒會談一下 我們很快把零用金看完就好了 那個零用金因為不是我們這個 掌機日程說要談的 所以看一下173月零用金制度 好 零用金這個會計客戶 零用金是會計客戶 當你憑得的時候 零用金是你的現金的一項 好 零用金它是一個會計客戶 那零用金這個會計客戶 我說了 你那個會計客戶 你要想它要放在哪一個 報表的哪一個位置 零用金是一個現金的種類之一 所以它是放在資產負債表 當你憑資產負債表的時候 零用金算是現金的一項 好 課文裡面的 到處理哪些呢 有人會把它誤以為是現金 譬如說剛剛書成說特資費 特資費不是 那更常會有些人的是用什麼 郵票來當作是現金 其實是錯的 郵票是郵電費 它不是現金 你不能拿郵票 我說我今天我想要買個飲料 我拿郵票去跟電力艙說 我要買一瓶飲料 付郵票可以嗎 它不會接受 所以郵票不是現金 好 所以課文裡面有去提到 剛剛會誤以為 郵票把它當作現金是錯的 好 那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零用金是一個會計科目 那什麼時候會用到這個會計科目 在兩種情形 設置的時候 剛開始我設置零用金會借零用金貸現金 請問一下我產生這個會計科目的時候 對資產貸價表有沒有什麼影響 沒有 因為現金的總金額還是不變 我只是把現金分出一部分當零用金而已 好 所以第一個 我的零用金這個會計科目什麼時候用到 第一個設置 是第一次設置的時候 第二個情況呢 是當我變動它的時候 變動它的規模 零用金太多了 代謝零用金規模縮小 另外一個是我的零用金不夠了 我把它增加它的規模 就借記零用金 所以零用金這個會計科目 就用在兩個時間點 一個是第一次設置的時候會用到 第二個是我的規模變動的時候會用到 好 那剛剛不是講到我零用金用到 快要沒有的時候要撥補 零用金要撥補的時候 我用的會計科目是借費用帶現金 我會帶零用金很多 欸 我零用金不是用掉了嗎 為什麼我不是帶零用金呢 好 所以我說了 零用金基本上這個會計科目 就算兩個時間點 第一個設置的時候借零用金貸現金 第二個 零用金規模太大太小 如果規模太小 我要把規模變大增加 借零用金貸現金 如果我的零用金規模太大了 好 我提過這個零用金 設置的這個規模 要用半年才會用完 那我就借現金貸零用金 把零用金縮小 這是規模縮小 零用金只有用在這個兩個時間點 會用這個會計科目 那零用金用到快完了 所有小出納 把他的收據發票 拿出來去請求撥補的時候 那零用的科目是借費用 因為這些單據就是什麼 已經發生的支出 你根據這個單據的內容 去找到適當的會計科目 來入帳 借費用 零用發生了 貸現金 而不是貸零用金 家瑋為什麼 為什麼零用金撥補的時候 我是借費用 貸現金 而不是貸零用金 為什麼 借 我會這樣問你喔 其實因為我都不遇到你在幹嘛 那麼視乎 我在哪裡 出發 9個月 зар 都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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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看你會拋起這個紙 你看你用手機 好 然後之後呢就會幫他戴 好 看看那邊 好 基本上呢就是 為什麼不會戴寄零用金 是因為你戴寄了零用金之後 馬上又要借零用金貸現金 因為你多股的時候 是多股現金到零用金的規模裡面去啊 所以如果你是戴了零用金之後 你是不是要再馬上 要借零用金貸現金 沒有意義啊 所以我說零用金 我就告訴你說 我設置多少的規模在那裡 未來發生的時候 你要撥補是拿現金去撥補 所以我直接貸現金 如果你戴借零用金會造成 我馬上又借零用金貸現金 那這樣子的一個記帳 就一點效率都沒有 而且一點力都沒有 記帳目的當然是要簡化沒有錯 但是很重要我們做會計要 它有積極的功能 要能夠提供管理上面的需求 或者是分析上面的要求 但是我們這個記錄方式沒有任何可以達到這個目的 所以基本上我們不會在我們記帳的時候 零用金撥補的時候去做戴零用金 再馬上去借零用金 好 所以旁邊那個同學 馬上把柄箱旁邊那個同學睡得很真好 好 我們現在先休息一下 那請同學翻兩張椅子坐前面 這邊有一個位置啊 好 那個... 那個... 氯氣湯會多得到這裡嗎 好...